MING PAO 很多人買樓或租樓 都會找高齡人士 或有特殊體質的人幫忙 確保地方乾乾淨淨,住得舒舒服服 如果這位高齡人士 能預計哪位即將離世 你會嫌棄他,還是對他又愛又恨 今集會請來一位高齡人士 他的親身經歷之餘 還有台灣的靈探片段看到 所以我保證大家 看完今集節目之後 只有愛,沒有恨 馬上開始 今集總有一瓣,在左近 歡迎收看今集總有一瓣,在左近 上星期開始 我們也有高齡人士 一起分享個案 今集這位不單看見鬼心 甚至有預知的能力 Carmen,你好 你好… 你們大家好,主持好 你的高齡人士是怎樣的 其實小時候也有 不過一直沒有特別去處理 可能有時候去公園玩的時候 也有機會… 可能回家後發燒三、四天 媽媽就會覺得 為何你也不取消 看完醫生 他指責普查一腳 發現又遇到某些朋友 然後燒上街衣 當晚也會退燒 陸陸續續到現在長大 也一樣是這樣的 好的 我想問你高齡的狀態或特質是怎樣 你會見到、聽到、溝通到還是怎樣 我溝通不到 不過純粹可能我會感覺到他們 也會知道他們附近時 我的頭會很痛 甚至可能有感覺是… 有人捏住你的喉嚨 以及壓住你的心 是無法呼吸 其實試過一次去探望我叔叔時 在醫院 其實我去到逗留還未有10分鐘 突然我的感覺是… 我無法呼吸,很辛苦 然後就跟媽媽說 不如你扶著我吧 我很辛苦,我無法呼吸 媽媽看見我的臉全白 然後扶著我出去,讓我休息 再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臉色已經康復了 進去的時候,家人告訴我 對面的床位的人走了 但當時我暈倒時不舒服 不敢跟家人說 因為我聽到一些很大聲的鐵鍊聲 而且感覺到有兩個人在床附近 在那個白白的床附近 對,它簡直在床尾 那個鐵鍊聲像你坐郵輪的鐵鍊 坐在水上的鐵鍊聲音那麼重 那麼誇張? 對,很明確地在我耳邊傳進來 拖行在地上? 拖行在地上 傳說中在地府上來的… 拘捕? 是否牛頭馬面 牛頭馬面 對…那種感覺 很大聲在耳邊傳進來 然後我覺得自己已經很不妥 胸口這個位置很痛 如果你堅持不離開 坐在病房裡 你可能甚至看到牛頭馬面上來 你猜會嗎 她已經看到了一點 其實我看到她們的形狀 對 很高的 真的…我想我們要這樣看 很高的 人們看一般都是這樣 對,昂床七尺 很高的 但我看不到的樣貌 突然在那戲醫院 我想起有一位建閘醫生 說出一個故事 當時她當值晚上 有個老太太已經病重了 她一向有兩個很孝順的女兒 經常來輪流照顧她 另外有一位是媳婦 媳婦一向的態度不算太好 好像來上班照顧婆婆 有一晚,那個建閘醫生當值 突然有一位中年的男人 過來跟她說 我媽媽好像不太好 你可否過去看看她 當時她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發生 純粹可能覺得是否她的兒子 太擔心媽媽 安慰她 安撫完後就分到自己的位置 如是者那天晚上 她下來會不會三、四次的中年男人 重複了這個動作 到了第二天他們換班的時候 老太太真的在那個時候離開了 當時兩個女兒也趕到來 兩個人當然在床邊哭 那個劍集醫生走出來 問了一句 她的兒子呢 然後那個媳婦突然很兇 你說甚麼?你罵誰?你找誰? 然後那個醫生就說 不是,昨天有一個穿著襯衣 形容她的樣子是短頭髮、高高的 然後那兩個女兒突然很惡然地看上來 於是那個媳婦就說了一句 如果我老公沒死 現在就不是我來照顧她 而那兩個女兒就有點安慰 我們哥哥來了,你安心跟他走 那見習醫生的感覺就是… 不是,但我昨晚很實在 我看到這個中年男人 多口多面 不斷地來問我有沒有事 親人接走 對… 有時在醫院經常會有 生生死死的事情發生 當時真的在醫院見到嗎 其實我在醫院的感覺都很強 其實試過有一、兩次都覺得不舒服 走出去後也會看到 可能附近有床的人離世 如果你親身經歷或見到恐怖的 或驚嚇一些,有甚麼經歷 驚嚇一些是關於我叔叔離世當晚 因為早上我去探望叔叔 我晚上很累,早上一房睡 其實我的房間在尾位 外面是一個骨頭的走廊 應該不會有人走過 我晚上睡到凌晨2、3時 同樣在耳邊和夢中很真實地 一樣有很重的鐵鏈聲 然後看到兩個很高的人 在我的夢中出現 跟我說我要帶走一個人 然後在夢中出現的人就是我叔叔 我立即跟自己說 你要醒來… 然後大概10分鐘左右 我應該醒來了 聽到立即電話響 從醫院打電話來 叔叔離世了 我立即跟爸爸、媽媽說 是否阿叔離世了 我夢見到他 我聽到很重的鐵鏈聲 爸爸、媽媽已經知道我的感覺 他們說你不要去 你真的不要去 我們回來告訴你 他們很害怕我去到的時候 會再遇到甚麼事 所以那次很深刻印象到 現在都會記得那個鐵鏈聲 跟上次在醫院一模一樣 而且一個情境是 那兩個鬼差跟我說 我要帶走這個人 那個就是我叔叔 而且我叔叔在夢中 有跟我說再見 是 這些遇見死亡的事 真的有不少 很多 最近聽到一個 有一個朋友跟我們說 他有一次要回鄉下的房子 一家人回去過年住 突然看到二樓、露台的位置 有個男人站著看著他們 很兇的 突然想為何有人上來 看到全身黑色 五官也看不清楚 全身黑色 以為有差距,大叫 有差距 然後全部人上去看看 發生了甚麼事 沒有,甚麼有差距 就當作看錯了 他們回到香港後 有一晚他就做夢 夢到他的表妹 即是那天跟他一起的表妹 他在靈堂上看到一幅畫 不是畫,那張照片是表妹 我說為何表妹有個靈堂死了 然後他就馬上跟家人說 家人說別胡思亂想 結果沒多久後 大陸的親戚… 打電話下來說 他那天出了魚塘 不知為何掉到魚塘裡死了 他說回整件事 原來自從他說看到黑色影後 這位表妹的媽媽,即她是姨 都說對,我家常聽到樓梯上上落落 然後他們扶機問 原來那男人真是一個靈體 一直都是這間屋 他說一直都看中了這個… 妹妹 表妹 對,她的表妹 他不相信 後來問回頭就說 對,原來你半年前上來 去探望我們的時候 那個就是… 那個… 真是一個靈體,看中了她的妹妹 而她的預知網已經全中了 即是要帶走她 對 跟她冥婚的意思嗎 不知道是這樣嗎 所以這靈體一直已經存在 然後就先讓她發現 但當時當然沒有人相信 你相信自己有這些東西嗎 其實也相信 所以其實我也會… 在鬼子時,我也會避忌一下 有時可能有些預知 或者你看到一些東西 或者因為你的體質 有朋友會找你幫忙 我好像有些東西 不如你幫我看看吧 有的,也有些朋友說 我去買樓或租樓 你會否幫我看看 或者你幫我感應一下 有時我也會拒絕 因為去看完後,我真的會很慘 發燒了幾天 對,人是溫溫的 但有一次也會陪了一個朋友去看 其實同行有七個人 加上有八個人 去看一個將軍澳的樓盤 進去的時候 我去到門後跟朋友說 我不去,我不進去 然後他問我為甚麼 我說我很不舒服 我的頭很痛,我很暈眩 然後他說,你進去吧 因為我真的很想你幫我看看 其實不用問 其實同行的人,他們就覺得 進去吧,給面子去看看吧 好,進去的時候 我打算快快去幫我朋友 兜滿整間樓盤 我到房間再出廳時 跟我說,我很不舒服 我真的要出去這間樓盤 我真的受不了 然後說完這句 一聲,所有燈都關閉了 然後地產經紀去了 看看有否跳表紙 沒有 然後他們打開了燈 然後我跟朋友說 我真的要離開了 我真的很不妥 然後燈又再一次打開了燈 然後經紀不想扯 再去看看有否跳表紙 沒有 然後我說,快點離開了 真的離開了,這間樓盤真的不妥 然後私底下問經紀 這間樓盤沒有任何事發生過 不是空窄 不是的 然後我朋友真的沒有再租這間樓 當然不行 看樓盤也有很多事發生 然後放進去 對,所以有些朋友說 不如你幫我再去看看吧 我有時候說不去 真的不想再有這種經歷 不如我們回來再討論 你其他個案吧 好 好嗎?我們回來再繼續 我剛才聽了很多Carmen幫人看樓盤 或是幫朋友的故事 但有一個好像很厲害 你也不敢去看 是發生甚麼事 對,我朋友有一天打電話給我 問你可否來我家 我說怎麼了 然後他說我家裡好像有些東西 原來他太太晚上坐在看電視時 他發現了梳化 有人好像坐在那裡 他先生是我認識了很多年的朋友 他說不如幫我看看吧 我又不是師傅 不如你試試拍照給我看看吧 看完之後我跟他說 他說不理會,你不如找人弄好 我很害怕 我說我怕我來到也會出事 等等,不好意思 他拍照是拍著梳化嗎 還是拍甚麼 對,其實他拍著梳化 他晚上拍照 因為他說晚上拍照給我看的時候 他不是故意拍照 但他們在房間裡睡覺 對,突然開了 沒怕時間 自己開了 有人就看電視 對,他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很害怕 我用手機打算拍照 就拍了梳化的人 坐在一個凹凹位 石頭的實體梳化是凹凹了 對,他問我看見嗎 我說我看見一個影像 但我說我看不到實物 但我知道是一個女士的朋友 他說怎麼辦 不如你找師傅清理它吧 因為你也要長住 他就說好吧 他就找了師傅,幫他看 師傅跟他請完之後 再陪他去師傅的辦公室 聽聽究竟發生甚麼事 他就告訴他 你們應該是放四角後 放了一個香燭在門口 一直沒有安安任何地主 只放在那裡 他們又不知為何定期裝香 然後就惹了東西進屋 然後師傅跟他說 你不要再放一些沒有安葬土地 觀音的東西在外面裝香 你就是因為這樣而惹了東西進屋 對 你又沒有正式拜神 你又沒有正式安神 他們沒有想過 這件事會令有東西進屋 那就是拜了鬼 對 不認識的 你猜猜大家都像你們倆這樣 是常識的 不認識的 那就多看點我們的節目吧 就是 對嗎 對… 他之後就馬上收起所有家庭 這些東西 他不敢再住在這間屋 就算清完之後也害怕 但我想問你看那張照片時 給你甚麼感覺 你會覺得真的很厲害嗎 他的磁場是很兇的 對 他不是一些家臣 或是之前住在這裡的人 因為其實他的房子 之前有人買了 他還有二手買回來 其實他又不是前者 他明顯是街外進來的朋友 看到有飯吃就坐在這裡 所以還有一些常識小八科 有時在街口的樹下有神像 有些牌子,有些橙在插香 你走過去,不要走過去 看到很多神像在這裡拜拜 那些全部都不能拜 知道嗎 知道 我真的不在意這些 還有一件事嗎 還有一件事就是 有一次我去桶劇打火鍋 其實吃飯的時候 桌上有一顆類似像像獎豹丸 我還沒咬下去 突然我夾起 還沒夾起一個匙巾 在我蓋起的位置時 爆開了 自己爆開了 對 然後把臉辣到我的臉 燒傷了 其實他看醫生,醫生說 你三級燒傷了,這個位置 在這裡 然後我媽媽說 你又在做甚麼 然後她說你遇到甚麼事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 我最近很累 然後她又替我擦一腳 一腳又說你在哪裡 你又遇到一些朋友 所以你應該令她不喜歡 她便打擾你 其實那件事我又發燒 但醫生又告訴我 其實你的燒傷也不導致你發燒 因為你沒有發炎 我媽媽又替我去燒家醫 我現在燒家醫了 你心裡又強勁說對不起 然後我說我真的甚麼都沒做過 但她弄你的方法也挺有趣 對,爆漿了牛丸 這樣擠你 對,那些… 真的很無辜 我也沒有做過…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過甚麼 我真的有時覺得他們很可憐 無辜 無辜 做過甚麼 只吃粒牛丸,也不要爆開 沒辦法 有時可能你們跟他們的磁場太近 也好,如果沒有你們 我們就沒有故事可以聽 唯有這麼想 唯有這麼想 也聽了Carmen很多的親身經歷 我們也有Anderson 可以為我們帶來台灣的影片 大家好,我是Anderson 今天會來到宜蘭的老人廢棄公寓 接下來會帶大家進去看看 不好意思,我來拍片 你好,相傳這個老人公寓 之前有一個老人家 心臟病發在老人院死亡 為甚麼會死亡 因為由於他在宜蘭的山區位置 因此救護車上來時要時間 他等不及後不幸離世 接著下來 越來越多老人家在廢棄的老人院 相傳看見他坐在病床上 又或者看見他在廁所時的影子 可以看一看 四處已經荒廢到現在 到後來政府有改建過 把這個地方改成一個開發廚 但最後還是失敗告終 可以看一看 這裡其實也有一些廢棄的電視機 舊式的洗衣機 看到很多雜草 還有一些沙包 這裡有很多蜘蛛網 還有很多枯葉 看看 看到嗎?外面的窗都是草 都是葉,我看看這房間 對了,好的 全地都是草,神經病 好,現在才到二樓 這麼奇怪?這個到底是甚麼 好,看到天花板 都是烏尼 好,來到這個位置 應該是房間的位置 這裡應該是床 但已經是… 全都放在床上,很噁心 天花板呢 關上青袋,其實真的… 挺可怕 還是房間 好 現在我們上三樓看看 看到這棟的東西 差不多荒廢了十多年 但政府,因為始終是山區的部分 都一直沒有去處理過它 看到這個應該是以前的廚房 現在一個人進來 就是不明白為甚麼有這麼多樹葉 有人可以告訴我嗎 廁所吧 我喜歡的,讓大家看看 糟糕 好,好,那我們出去了 不會帶我到處 好,我已經拍完出來 全身已經濕透了 但這次來說,如果五分會滿分 我會定探險為兩分 相對於真的沒那麼恐怖 希望亦可以讓觀眾 有另一番新的體驗 因為我今天不喜歡,謝謝 Anderson,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第一個問題是想問 為甚麼你要打開廁所 嚇壞我那一刻,反而是這個害怕 因為其實這個地方 我也是想去一個網址找到 然後曾經進去的人告訴我 他在上層聽過笑聲 然後我覺得自己一個進去的時候 好像沒那麼恐怖 我就想製造一些感覺 引起那些東西注意 我故意打開廁所 我又不覺得特別陰森 坦白說,不知為甚麼 你自己覺得… 其實我說我自己進去的時候 如果五分來說,我只會給兩分 因為我進去的時候 門口那一剎那是涼涼的 但是一邊走上去的時候 又有一陣暖氣在周圍 但是你說去到這個地方 相對於之前去的地方 是沒那麼恐怖的 但是在這個地方附近的100米公尺 就有一個小的廟 但其實在台灣來說 小廟其實是一個陰廟 對… 我反而覺得我欣賞Anderson 因為觀眾拍攝給我們 大家有感受 是 你覺得有怪聲 待會有風聲,又覺得有鬼 那感覺很造作 現在他也告訴大家 其實我只是給兩分 我沒有感覺 對,只是我們當作看多一個地方 有時候靈異的東西 不要去誇大某些感應 對 我覺得… Carlin,你自己看 有甚麼特別的感覺嗎 你也沒有… 沒有 是嗎 平時看你的影片也會有 但這次真的沒有 是 你下次不要帶鬼斷佛珠 不是吧?挑戰很大 好… 但我希望下次再拍攝 更恐怖的給大家看 好 切開兒子 安全是最重要的 切開兒子 好…謝謝你 好,謝謝 再見… Carmen,所以剛才的影片 以你高齡人士來說 還是覺得還可以 還可以,這次沒甚麼特別 這次就是 是嗎 可能你去拍攝會比較厲害嗎 可能… 邀請你去拍下一次 好 好,下次… 今集多謝Carmen 分享了一些靈異經歷 希望下集再上來聊天 好… 靈異事件也是那句 信則有,不信則無 時間夠了,下集再見 新影片馬上通知你